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要靠科技现代化支撑 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上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习近平向获掌者颁发奖章和证书 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国内科技事业发展仍然有不足 必须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要加强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推动发展新则生产力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加强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公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内地发出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 湖南省长沙市多地严重积水 有地铁站被水淹沫 部分地铁线一度暂停服务 中央气状台预测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暴雨将会持续到下个月初 湖南省长沙市这条主要道路 上午因为暴雨变成河道 水深过失 指挥交通的警员都举报违艰 大量积水渡灌 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如同水塘 长沙市在上午9点至10点 一小时降雨量达到65.1毫米 创下当地6月单小时雨量记录 长沙火车站前的广场 和附近道路出现积水 有地铁站越台变成水墓间 当地两条地铁线中午之前宣布暂停服务 去到下午长沙市内的积水 仍然未完全退去 不少车因为死火停在马路上 部分道路就失行交通管制 江西省景德镇市同样暴雨连绵 去到上午8点全市12个小时平均雨量近130毫米 多条街道严重积水 局部地区水深及要 有停泊在街道上的私家车随水流飘走 而安徽省黄山、孙城等5个市超过51万人受灾 超过6万人获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当地农业损失惨重 水退之后可以见到大片农作物被冤泥覆蓋 这块辣椒田经洪水长时间浸住之后 不少辣椒已经腐烂 有关部门已经派出专家团队去当地评估情况 指导农民保重其他农作物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北京市民旅局早前公布 除了故宫和国家博物馆等 全市旅游景区全面取消预约 有旅客认为更加方便 但不少人都不清楚哪些景点仍然需要预约 有学者就认为 涉及文物估值的景点仍然有需要保留限流措施 住北京记者叶子华不道 首都北京是热门的旅游地 故宫国家博物馆更是一票难求 北京市民旅局早前公布 全市旅游景区全面取消预约 但故宫国家博物馆等随外 不少网民关注究竟还有哪些景区仍然需要预约 我们尝试登入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服务平台 发现仍然需要预约参观 不能即日预约 我们向文旅局查询 各方说目前北京必须预约的景点 包括故宫国家博物馆 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 和毛主席纪念堂等 其余景点可以按需要保留预约安排和实施限流 据北京日报统计 参观军事博物馆等八个博物馆 以及参观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仍然需要预约 而我们到访5A级的景区公王府 有旅客在门口数码即场买票入场 参观公王府可以提前10日在网上预约救票 如果职人有票也都可以够买 坐车的时候反正还显示有一千多张 然后就预约上了 有些时候是当时就可以免 当天可以免预约来的话 就不会做公约或者是匆匆来一趟的人的游客 比较方便一点 景山公园等市属公园也都取消预约 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保育 民物估值景区不适宜取消预约 但也都要照顾不适宜约的市民 对于有其他市取消警区的实名预约 陈小峰就认为实名制有必要 又助打击黄牛炒票 无线连事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内地新一代破冰科考船极地号 在广州南沙正式命名家父 下半年起投入科学考察工作 重吨位达到4600吨的极地号 全长近90米 阔17.8米 可以在多个航区航行 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考察任务 部级一潜 足够全船60人 在海上生活80日 船上搭载了多种海洋调查设备 可以参与极地海洋、海冰和大气等 环境综合观测调查任务 隶属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的极地号 投入服务之后 将会提升中国在海洋防灾减灾的能力 进一步丰富兵区科学考察体系 从内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飞行汽车 完成首次公开试飞 研发公司预计最花2026年左右 向公众初步提供空中的士服务 这款采用垂直升降模式 外形类似直升机的产品 是由四川一间企业研发的飞行汽车 星期日完成第一次公开试飞 研发商表示 下一步将会安排产品在高温 低温等等的极限环境进行测试 取得民航部门颁发的释航证之后 就可以投入商业应用 除了飞行员外 这款飞行汽车可以接载最多五个乘客 最大行程达到200公里 正式投入服务之后 主要在大概300米的高度飞行 至于费用方面 研发商预计将会控制 在网约车收费的最多三倍 但车程时间有望减少八成 无线电视记者郑希敏报道 这次《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各位计算公确认 wolf 中文静事给我 ón汽车 经厖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